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德妹 歡迎回來我的放舟生存進化 今天繼續介紹我們的神秘模組啦 今天1月4號嘛對不對 我們這個神秘模組又多了新的恐龍 本來是六隻現在又多了另外兩隻 所以現在目前總共有八隻 這邊更快報告一下 所以說呢這個神秘之謎模組下一集應該還會有 本來今天應該是最後一集齁 結果呢沒意外的他又 不是沒意外是很意外 哈哈 很意外的呢他又持續做了更新 相信不久的將來他可能還會更新越來越多 這就代表說各位又有更多奇葩的恐龍可以看啦 可能你就會看到變形金剛恐龍沒有亂講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啦就是 我也不知道後續會變得什麼樣子喔 總而言之呢我們上一集介紹這一隻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就叫他火星龍 就幫他自取了一下這個名字 他的優點跟缺點上一集我都說過了 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想要知道上一集的內容 可以自己就是去我的YouTube上面的影片那邊 上傳影片那邊 往回拉就可以看得到我之前的影片內容了 好吧那麼今天這一集呢 依照上面前幾集的 模式 一樣是一隻肉食恐龍 一隻草食恐龍 好不好 我們帶著我們這隻 可愛的變色龍 這隻變色龍也是上一集出來的產物喔 有人說老頭要上上一集那兩隻呢 已經死掉了不好意思 老頭沒有好好的保護他們 霸王龍身在我們家裡面把他給咬死了 非常的遺憾 所以說呢我這一隻呢要把他射成 中立好了 以防萬一到時候他被攻擊的時候不會反擊 那就非常的好笑了 OK 就這樣子 欸現在多了一個功能叫被動逃跑喔 哇 新功能耶 被動逃跑是什麼東西啊 好可以 被攻擊的時候會逃跑 這個很可以 這個 被動逃跑應該很適合用在 四肌龍 移動速度很快的生物身上 啊 其他的就不適用了 好不好 好啦 幫他設定中立之後呢 走 不要不多說 來來來來 老地方召喚 嘿老地方召喚 好我們現在檢查一下我們這隻老鷹是被動模式OK OK 被動模式是吧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齁這次第3集第3隻露食恐龍到底是什麼呢 我來看看 來 準備好我們的麻醉槍 來一發吧 哇 哇會刺人 嗚喔 嗚喔 哇 這是炎龍嗎 不是吧 欸 他會丟刺欸 這也太酷了吧 哇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前面這個 這怎麼長這個樣子啊 我的天啊 喔這一下我應該是吃肉的 先抓起來再說 有再嗑了 哇 烏龜龍 要把他取什麼名字 欸他的眼睛在哪裡啊 那怎麼看他是感覺他是閉眼睛啊 我實在不會去形容欸 烏龜龍 龜龍 還是什麼龍 龜甲龍 完蛋了 標題要怎麼下呢 不知道 欸 而且還蠻屌的是他居然還有他自己的這個你看 矮康 屌不屌 素質 素質感覺算一般般 來我們來看一下 周招的樣貌 他的背甲像甲龍的背甲 有沒有看見 喔 不過他的尾巴這個鱗片啊 感覺就是他的攻擊手段的那種感覺 你看那個那個有點像劍刃這樣子 喔 那劈下去應該痛得要死吧 然後再來是他的頭 你看 他的眼睛被他的眉毛那個算是賣眉毛嗎 這算是拿來遮遮雨的是不是 小雨傘喔 欸 給擋住了 喔你看 嘴巴又磨 啊 進擊的巨人嗎 喔 反正挺酷的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這隻生物了 總而言之啊 整體下來看起來不錯啦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把玩一下好了 我來弄一下他的鞍齁 他的鞍應該在這裡 來 有 我們把鞍丟上去 喔他的鞍也是客製化的 你自己看長這樣子 超屌的 有了 起 喔 有跑了跑了 這就是我們 跑步的姿勢 呵呵呵 兩隻腳往前 同腳 跑步的時候是同進同出的感覺 喔 感覺有點在滑步 然後走路就比較稍微正常一點了 喔他這個移動方式可能要稍微做一下調整 幹老師 咬正小 他抓死你 在咬啊 在咬啊 嘿 右鍵 右鍵就是我們的毒刺 欸為什麼不能轉彎 喔有了可以轉彎 咬屁喔 咬屁喔 C界有什麼功能 沒功能 喔 這還會跳欸這傢伙 開個血條先 來 我們看一下這毒刺的威力如何 喔我們 我們那個活動的 嘎渣獸 快要死了 砰 一滴 喔傷害只有1而已 砰砰砰砰砰 一滴 砍爆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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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這隻不能拿來咬肉喔 我現在發現原來這隻不能拿來咬肉欸 等一下攻擊力 他傷害太低了 210 右鍵 0D是怎樣 欸沒有傷害啊 哇 這隻鳥鳥的 完了我要被 我要被雷龍群給圍毆致死了 喔你看 前面就有一隻 現成的 這都是野生生物啊 忘了跟各位講 喔這隻顏色還蠻好看的欸 他說我的是綠色喔 原亮色喔 喔我忘記跟各位講喔 這個模組呢 是在野生遇得到的 喔這模組是在野生遇得到的 所以說 你不用擔心找不到 你只要有裝這個模組 然後你可以在外面搜尋 就找得到 你看這邊就一隻野生的 他們在裡面互靠 不要理他 他那些雷龍 把那隻當成是我了 我們就趕快逃離那個現場 假裝什麼事情都不知道這樣子 太棒了 好我們把我們這隻 不知道什麼我歌龍 暫時先把他放在這裡 名字晚一點再取吧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取他的名字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隻好不好 來來來下一隻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這一隻叫做什麼 Mata Mata 好像是烏龜類的東西吧 來來來烏龜類似吧 來這個吹一下 被動技能吼 我覺得先把他帶回家好了 嗚哇 反怪打我 哇會記醜欸這傢伙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東西 來 會記醜吼 大老遠就衝過來要殺我 這樣子 來 先把他傳回去 唉 阿你現在是這樣 你這樣巴蒂咬得很爽你是不是 喔 真的是嘿 Gut Gut 幹什麼東西 好結束掉 來我們來看這一隻吼 Mata Mata 來看看 喔唷 哈哈 怎麼突然覺得跟我家的巴西龜有點像啊 而且還是綠色的 為什麼我召喚出來全部都是綠色的啊 原諒色喔 完了原諒色戰隊要重出江湖了 欸 幹我還可以站在上面 哇 他都不會對我怎樣這樣子 他會不會攻擊我啊 這個烏龜我好像曾經在那個網路上影片看過喔 這個忘記叫什麼 這確實有這種烏龜喔 有點不太想要讓他一直走欸 想要讓他停在地上 這隻烏龜呢 他們的頭很大 你自己看他的那個 脖子這個地方啊 據我看過影片的了解喔 他嘴巴一張開可以把 就是那種很大隻的魚直接吞在他的喉帶裡面 然後進行慢慢進行消化 喔這個烏龜 這怎麼講 可以塞的食物可多的 不動了 睡覺吧 喔啊 睡覺是這個樣子啦 轉個頭閉個眼睛 就是睡覺了 非常好 吃肉嗎 不是 果實 對 炒食性的 喔 我忘記這叫什麼了 反正這個是 現實世界裡面 真的有這種烏龜 可是沒有這麼大隻啦 喔沒有這麼大隻啦 呃應該 應該來講說他的 最大可能就是兩隻手這麼大吧 據我所知 大概是只有兩隻手這麼大的樣子啦 喔我忘記這種烏龜 反正這真的是有 然後呢 我把他們的岸給他出來看看 嘿 喔他的岸沒有圖鑑耶 還沒做出來嘛 沒關係 他的岸好可愛 好像麵包喔 鼓起來這樣子 來上來 走啊 右鍵 左鍵 搖 按 按 西鍵 右鍵 阿這到底能幹嘛 這隻除了血多 之外 沒批喔 看他在水裡的威力是如何 搞不好一下子就變形金剛有沒有 變成人 變成污 變成忍者龜 直接一變忍者龜 卡王 邦卡 好啦 那下水的速度差不多啦 還有死人魚 好這也是一個噱頭 唉來了 我勸你不要 弄我們家的 不知道是什麼龜喔 完蛋了被追了 我們上岸我們上岸 他這沒什麼功能耶 這隻只是擴張 擴展 擴展生物給你們裝逼而已 看什麼東西 看什麼東西 咬死你 你不知道我是雜食性動物嗎 還敢在那邊殺野 唉唷 囂張喔 我傷害好低喔 他咬我他會回血 我咬不死他 哇 我怎麼那麼爛啊 啊他逃跑了 不許離開 算了 我還是放棄好了 這隻烏龜超級沒路用的 唉唷 喂喂喂喂 聽說 你很會咬是不是 咬到你 唉這隻真的沒什麼三小路用唉 唉 給你看一下他的 骨鉤 有沒有覺得興奮啊 看來應該是沒有 好啦 我覺得差不多是這樣子了 然後那薯蒙龍夠咬 唉唷薯蒙龍來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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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嗚喔 不要壓我拜託 我不想被壓頭 洗內 好了把他傳回去了 好吧 今天內容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喔 唉其實不長也不短 下一集差不多也是這個時間啦 就大概10分鐘左右 不然的話 你要拍20分鐘也是可以阿 急速就會變短了 唉然後你們就會說 老頭怎麼沒有放鐘了 阿就沒有東西了嘛 沒有東西了你要我拍什麼 是不是 大概就這個樣子 好吧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影片呢 記得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後來下方留言 或者去我IG按個追蹤 或者去我的NONO LIVE按個追隨 你要怎麼樣都可以 啊就是支持老頭一下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老頭 下一集 神秘之謎模組 會不會繼續呢 不知道 再見面了 拜拜 拜拜